高雄進入三級警戒之後 百頁蕭條 就連時日熱鬧的玉竹商圈都像空城一樣 裡面看到一間賣場的房東 就對賣場六間店面來降租金 六月電租只要繳原來的四分之而已 希望可以減輕房客的負擔 也希望又透過這樣的動作是拋磚引玉 讓整個商圈可以順利平安度過難館 這是所謂的黑豆的跟紅豆的雙豆腸 這樣特別 疫情期間這間農特產店業者 想出線上直播方式 攜手結合高雄花蓮小農 實在是因為實體店面沒人光顧 總不能讓商品擺在架上當裝飾 除了租金以外 你還要繳水電費 你還要繳人事成本費用 對 其實政府補貼那個 真的就是只能維持不到一個月的 一個收入而已 原來這間農特產店 原本一個月的電租就要三萬二 房東六月特地降租變四分之一 變成八千元 體恤房客減輕不少負擔 調到大概一半吧 一半以下 我們的房東就直接告訴我們說 因為受到衝擊 那所以就幫我們降租 其實熱鬧的玉竹商圈受到疫情的影響 目前是完全沒人的狀態 也因此在裡面的一個大型的賣場 房東就體恤房客提出了降租四分之一 位於玉竹商圈的華人文化城 占地千坪 裡頭除了展覽場 其他店面分租給農特產館 飲料店 雞排店等六間小企業 疫情重創小生意 房東主動降租 房東阿薩里一下子把電租砍到剩四分之一 萬一升級為四級警戒 甚至免收租金 拋磚引玉 只希望商圈攜手 共渡難關 記者 柯鳳儀留言發 報索報導